然后术后报的是寝润 当时就是只做了个切成切除 也没有淋巴扫 我还是有点担心 会不会做的 因为这个你做完了 就假如说没扫的话 会不会有 不会有 你都这么长时间 要有是不是找厨师了 我就是脑子里面会想 你不知道这结结害得我好惨的 我去北京刚开始复查 接到去北京吃药 每个月一万多一万多 搞了半年 白花了好多钱 它现在好像还出现一个 0.4厘米的一个 还是怎么样 你看一下是不是又是 那个什么不好的东西 不是 我看了 没事的 没事 良性 良性的是吧 为什么这是新发的 我现在很注意 每个人都有 感染 有点感冒 发烧 都会有 这就是原性的 良性的 就是0.4的 是吧 那就不改它了 都没事 都很好 不会有问题 不会有问题 那他怎么会报个请论呢 报请论就请论了 那请论会复发 谁说的 我经常也看你科普 我科普从来没说过请论会复发 不是不是不是 我就说有这种可能性 怎么都这样说呢 不是 我这个基因检测报告 您帮我看看 没有两眼 我们那个主任让我们做了个听 检测报告 那我又不能看 没用啊 你这早期的 你看着干啥 你要听主任的 对 对 不要听那些瞎说 有的没的在那里 所以说为什么复查 我要找乔主任 我看了 你帮我看 我才放心 你知道吗 那放心 主任跟你说 你又不听 就有突变 万一有问题 还有要吃 但你不需要吃药 是不是我也是高分化了 是 那就没什么事 你这个病理了 他报的不是很准 你不用管这个了 谨论不谨论没关系 但是报个请论 人就轻理想 总是有复发的 不要想的 但是如果说微请论 它就百分之百好了 这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在这纠结 你知道吗 你这个也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真的啊 百分之百 你要有问题 你就不会这样了 这么长时间了 对吧 谢谢谢谢 感谢感谢 放心吧